据说车子脏了不能洗 因为那样更加省油 因为泥泞的凹凸表面更加符合空气动力学 会让车子开起来更快更省油 这是真的吗 今天亚当和夏娃就来验证这则留言 他们先使用一种车窗外的油箱装置 使其在达到每小时65公里的时候 能够知道耗油量的大小 不过在赛跑之前 他们需要自行制作一辆全脏的车子 没有一点干净的地方 但是似乎他们忽略了挡风玻璃 于是亚当又再次将挡风玻璃上的污渍清除 一切准备完毕后 夏娃启动了汽车 猛踩油门 直接将速度提升到每小时65公里 然后在指定地点记录下油量 在达到终点之前 记录下总的耗油量 为了实验数据的准确性 亚当与夏娃一共跑了5趟 通过亚当最强大脑的计算 得出脏车每家轮的油量能跑24公里 轮到干净的车辆了 他们把车开到了洗车行 用全自动洗车机清洗了6点 再反复擦拭 终于把所有的污渍都弄干净了 接下来进行同样的实验 以完美的赛车技巧通过了赛场 最终亚当计算出结果发现 干净的车辆每家轮的油量能跑26.4公里 这完全打破了流言所陈述的言论 于是他们另辟蹊径 从高尔夫球的理论上寻找 让车辆更快的方法 他们咨询了专家 专业表示 有凹动的球能够有较小的尾流 从而拥有较小的空气阻力 能够被打得更远 而光滑的球有较大的尾流 空气阻力较大 会阻碍其在空中的飞行 再经过亲自尝试 发现确实光滑的高尔夫球 比有凹动的高尔夫球飞得近 于是他们开始将凹动运用在了汽车上 夏娃将凹动球进行放大 再把它放入风洞中 与光滑的球进行对比观察 可以看到了两个球的尾流都有些不同 有凹动的球形成的尾流会比较聚集 从而减小空气阻力 亚当则制作了凹动车模型 将其放入水中 喷入颜料 再次观察气味油的变化 实验证明 理论是正确的 所以接下来 亚当和夏娃 就要开始制作有凹动的汽车 但是直接在金属上打洞 会形成难看的大型凹动 而附上一层黏土 就会形成较于完美的小型凹动 于是他们直接搬来救兵 历时七天 终于将其附上黏土 不过附上黏土的汽车 要与干净的汽车所用的油量 要相同才能开始打洞 所以 他们改变了测量方法 直接把油箱改为移动油箱 在时速达到每小时65公里的时候 更换油箱 达到终点后 测量油箱的重量 并且再把附上黏土的汽车的用油量 调味与干净的汽车用油量相同之后 开始全员打洞事业 将凹动布满车身的每一个部位 从而更加像高尔夫球 最后开始奔跑 跑完五圈之后 亚当计算完发现 布满凹动的汽车每加轮可以跑28.9公里 这也就证明了 高尔夫球理论的正确性 如果你想拥有耗油量少的汽车 就给汽车打洞吧 当然还得考虑能不能驾驶的问题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